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二號的公示手語新聞 小聲來關心 為期兩天的國中教育會考 昨天結束 不過卻發現英語科閱讀第一題 與之前公佈的一百一十一年 參考試題本第一題一模一樣 命題單位新冊中心承認書師 表示第一題一律送分 國中教育會考第二天分別考自然 英文和音聽 考生普遍認為今年考題難以適中 很多考題從生活中取材 例如再生能源 病毒潛伏期 古代披霜用銀針試讀等等 素養題目非常鮮明 先像素養化 然後把你融入到生活中 比較有情境感的去寫這些題目 補教老師分析 今年自然科的圖表題型 高達八成 創歷年新高 跨單元整合題明顯增加 不過整體難度和去年相當 考驗學生在對於圖表解釋能力 然後是否能夠從圖表當中去找到解決的一個 關鍵 最後一顆考英文 閱讀第一題出現一張圖片 男人手中拿著一藍葡萄 要考生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正確的量詞 有教師發現這一題和新冊中心之前公佈的參考試題一模一樣 新冊中心國中教育會考全國事務會 二十一號晚間共同發出聲明指出 英語科閱讀第一題一律給分 新冊中心表示國中教育會考每年入圍前都會針對過去各年度使用過的試題 設定為曝光題而且停用 對於這次使用到過去新冊中心 自行公佈的參考試題 新冊中心將深入檢討題庫中 試題的管理機制 以確保未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記者綜合報導 屏東霧臺 飛龍瀑布發生意外 食人自主的素溪團 在飛龍瀑布進行蹊降的時候 遇到了大雨 溪水暴漲 而其中五人爬上了瀑布頂端 經過直升機吊掛救援脫困 但是被衝走的五個人當中 有兩人死亡 三人失蹤 爭取黃金救援時間 搜救人員出動空拍機 不停來回搜尋 三難地點地形陡峭 高低落差相當大 經多次確認 卡在山壁的一名女性確定罹難 而下午三點多 又發現一名男性已經沒有生命 經過幾次的錄影 攝影 發現他姿勢都沒有改變 那在這樣情形之下 研判他應該已經罹難 那第二個就是在三點十分的時候 那我們又找到另外一位罹難者 他是在一個白米深潭 空情直升機來到飛龍瀑布上方 執行吊掛任務 奔兩趟次救援受困的五個人 後送臺東豐年機場 經檢查身體無大礙 轉往屏東接手調查 狀況還好嗎 十人自主團有資深領隊 也有西匠高手 二十號早上出發 預定進行兩天一夜的西匠活動 但下午對外求救 有五人受困鋪頂 五人落水失聯 一早屏東警銷出動搜救 全臺民間搜救好手也自動投入 飛龍瀑布位在艾寮溪谷 刺激性高 西匠愛好者會在枯水期挑戰 但二十號霧台山區雨量超過一百五十毫米 比較不會去 會很小心的去 然後都是靠邊邊 不會不會到那個地方 由於天氣預報二十二號山區會下雨 搜救人員把握時間 找尋另外三名失聯者 記者綜合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聯合報提到了 有民間團體從去年九月開始 針對臺北車站周邊兩百多名無家者 展開了全國首建 街頭嘉義計畫 固定巡診 提供醫療協助 自由時報時報導 中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昨晚宣布 美國記憶體大廠 美光 產品存在較嚴重的網路安全問題 因此 中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商 應停止採購美光的產品 繼續再來看到 中國時報是 日本G7峰會 昨天閉幕 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趕在最後一天出席 各國領袖是堅定表達了繼續支持烏克蘭的決心 而美國總統拜登 還公布一項3.75億美元的新軍事援助計畫 並且同意 歐洲盟國向烏克蘭提供F16戰機 第七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 二十一號在瑞士日內網開幕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在致辭時的時候表示 經過新冠疫情WHO會員國正在協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 以作為面對流行病時 全球衛生安全範例 而至於開疫前 中國代表團則是召開了記者會 強調不讓臺灣參與WHO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支持 全球與會代表齊聚瑞士日內網參加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第七十六屆WHO二十一號開幕 這是解除新冠疫情全球公衛緊急狀態後首場大會 本屆主題為挽救生命與驅動全球健康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據辭時表示 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對我們的世界造成徹底改變 新冠病毒還在奪走人命 仍然需要持續關注 在開疫前 中國代表團召開記者會 強調不讓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O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還大嗆涉台提案違反國際原則 繼續炒作國際防疫體系缺口問題 此謊言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 不過今年除了我國友邦外 還有美國 英國 歐盟 加拿大 澳洲等國家都發聲明 比聯合國來得多 凸顯健康的重要性 旅會國家也指出 各國都設法對疫情做出適當回應 這提醒大家必須未雨綢繆 而不是臨陣磨槍 公司新聞這位仁編譯 世界衛生大會開議 臺灣連續七年都沒能夠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而場外有臺灣隊伍剛好遇上世衛秘書長譚德塞 面對提問 譚德塞回應 臺灣的入會議題必須由會員國投票決定 除了台灣的 WHO 並非只能保護 台灣的入會議題 必須由會員國投票決定 全英文向 WHO 喊話 衛福部長薛瑞源在 WHO 世界衛生大會開議前 召開國際記者會 表示臺灣還沒有收到邀請 和 WHO 的目標相違背 甚至將對全球公共衛生構成顯著威脅 民眾跟著音樂輕鬆跳舞 在開議之前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總部前舉辦了傳統活動 為健康而走 臺灣隊伍剛好遇上了 WHO 秘書長譚德塞 譚德塞一度被團團包圍 許多臺灣人當面向譚德塞表達希望臺灣能夠加入 WHO 不過他則一再重申 這必須由會員國投票來決定 譚德塞一度被團團包圍 許多臺灣人當面向譚德塞表達希望臺灣能夠加入 WHO 上面回應 臺灣人用各種管道積極爭取 來自臺灣的十一個民團簽署聯合連署書 遞交給瑞士聯邦國會友台小組共同主席瓦德 將提案支持臺灣參與 WHO及友台法案 包括一個承諾 為民主和民主的權力 這個國家是開啟世界 正如在紐約的自由 正如在紐約 維持一個特別的地方 所謂的地方 這次發表的要求我們兩兩國的關係 國際挺臺聲浪不斷 但是臺灣卻仍被排除在全球公共衛生體系之外 臨續第七年未獲憂 官方及民間團體在WHA場外 持續努力讓世界看見臺灣 記者賴楚銘蔣 朱鳳之中建綱 綜合報導 從此二零二四年總統大選 副總統賴清德信賴臺灣之友會 二十一日插旗嘉義縣 也被解讀是進軍出身嘉義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本命區 而侯友宜二十日晚間 進行了首場與選民面對面的宣講活動時表示 會用性命固全臺灣的安全 至於提出如果當選 要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的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強調 自己突圍能力很強 不會輕易被藍綠邊緣化 被戰二零二四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副總統賴清德信賴臺灣之友會 插旗嘉義縣 被解讀是指導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的故鄉 進軍本命區 更喊出要在嘉義大營十萬票 郭民黨 包括他的候選人 接受九二共識 如果接受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圓石 放棄台灣的主權 只不過是一步一步 怕用專制獨裁懷抱嘛 不要讓國家在愛不愛臺灣的無謂紛擾 陷入戰爭的殘酷風險中 一句話要叫人家給你 我內心直接說 就是用我的生命告 臺灣的安全 代表國民黨參選二零二四 總統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二十日晚間挺進 綠營票倉三重 參加網路節目 粉絲見面會 暢談一生的公職生涯點滴 也批評執政黨分裂臺灣 針對活躍也與民眾黨總統殘選人 柯文哲不約而同 拋出若當選總統會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一試 邁清的回應 過去在野黨要求總統被詢 有違憲政制度 總統到立法院 那個叫國情報告 那個本來在法律裡面就有 國情報告跟質詢不一樣 這我也知道 但是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政見 二零二四 總統大選三強鼎立 是否會憂心遭邊緣化 柯文哲表示 藍綠雙方一定要先把柯文哲邊緣化 回歸藍綠對決 是基本戰略 但也強調自己圖位能力很強 不會這麼輕易被邊緣化 綜合報導 桃園一名朱姓男子在超商失控 砸毀店內的物品 並且襲擊兩名員警 造成其中一人有輕微的腦震盪 之後 員警則是拿警棍對坐在地上的朱姓男子連續揮擊 導致他流血受傷 朱姓男子經檢方訊後以五萬元交保 至於動手的員警 則是被警局認為過度使用強制力 記過兩次 並且依法送辦 整齊事件 警方是否執法過當 也引發了不同的議論 畫面中 男子與兩名員警不斷拉扯 甚至揮拳 造成員警輕微腦震盪及面部挫傷 桃園中立朱姓男子二十日一次情緒失控 大腦超商 員警貨爆到場處理 先噴辣椒水壓制之後 朱姓男子衝到超商外坐在地上 後續則看見員警持緊棍連擊揮擊朱姓男子導致他流血受傷 對此 中立警分局表示朱姓男子經制服後仍持續咆哮 出言挑釁 員警一時情緒虛空 過度使用強制力 過去中立警分局也曾發生過執法爭議 一名夜姓員警在二零二一年四月攔查音樂女老師 過程使出柔道大外哥 這回針對員警處理超商事件 的作為 中立警分局祭出懲處 對員警祭過兩次 依傷害罪寒送 所長祭過一次 分局長申界兩次處分 不過也有不少網友對員警遭殴傷 還得被處分 警察被打不能反擊 以後是要當警察 事件引發熱議掀起正反討論 許服商認為 遠警執法突發過程 難免會有情緒 心中卻一定要有法律界限這把尺 尤其現在人手一擊 任何執法作為都會被攤在陽光下 至於執法尺度 如何拿捏 學者表示 未來應該不斷蒐集相關案例 來達到禁聚執法 繼續黃曼朋友組 台北桃園報導 台大醫院與台北榮總 自民國九十六年就簽訂了 教學研究合作計劃 昨天公布最新成果 包括可以對肝癌進行更精準的治療 以及在兒童聽損方面 如果是聽神經病變 目前對小鼠進行基因治療 發現可以明顯的獲得改善 台大醫院院長吳明賢與台北榮總院長陳維銘 互贈禮物 展現兩院合作精神 為了提升醫療研究水準 兩院共同投入經費 互通人才設備 16年來發表無數研究 上午再度公布 透過兩院慢性肝病資料庫 可以找出更精準預測肝癌發生與治療 預後 提供患者更適切的治療 團隊指出肝癌可說是臺灣國病 十大癌症排第四 第二大癌症死因 希望朝向25年內減少癌症50%死亡率的目標前進 而針對兒童聽損問題 團隊指出 聽神經病變患者 使用助聽器或人工耳瓜 效果也不太好 目前對小鼠進行基因治療 發現明顯獲得改善 另外兩院團隊針對動脈周狀硬化 也找到新的治療標的 除了現有控制三高或介入性治療 團隊發現調控內皮細胞功能十分重要 希望將來針對內皮細胞與血管功能 開發新型藥物 減少硬化 也不一定要透過介入治療 記者 臺北報導 來自屏東的四名高中生組隊 在世界機器人大賽當中 拿下了未知任務項目金牌 這項比賽具有高度的挑戰性 參賽隊伍必須要當場抽題寫程式 操作機器人完成任務 而獲獎後四人相當高興 帶著國旗上臺領獎 奪冠的四個高中男生在指導教練陪伴下 帶著國旗上臺領獎 這項由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主辦的機器人大賽 已經有二十四年歷史 今年有來自全球二十個國家 近兩千位選手參賽 代表臺灣的這四位選手來自屏東 組隊合作拿下未知任務挑戰的金牌 必須在限定時間內 抽題之後馬上寫程式來操作機器人 完成指定任務 相當考驗團隊的速度與默契 四位隊員透露 隊名台美有錢隊 其實本來是台美有錢隊 因為要去美國比賽 所以改了隊名 四人平常都是半工半讀 分擔佳計 因為都對寫程式和機器人很有興趣 拼命在課業與打工中抽出時間來尊嚴 這次拼到可以赴美比賽 四個人既興奮又緊張 尤其考題是全英文 這次四人冠軍隊中已經有兩位隊員 因為在城市領域卓越表現 通過特殊選財被大學錄取 指導教練表示 團隊拿下國際好成績的背後 準備比賽以及出國經費 都是由學生家長和親戚自行籌措 希望政府也可以重視偏向孩子的發展 給予支持 臺大經濟系學生會 政府會長選舉公報 其中一組候選人的政見 出現了大量族群 以及性別歧視的字眼 引發網友批評 臺大經濟系學生會公佈一百一十二十年度 政副會長選舉公報 其中一組候選人的政見 列出十六條針對族群 及性別的歧視字眼 包含舞會中若是無性經驗者 男生禁止參加 女生得強制參加 另外女生上為積分的課程 得強制穿高中制服上課 還有如果是原住民或僑生 建議入學名額減少 這些言論引發網友批評 對此該組候選人同學 已在臉書發文致歉 臺大經濟系也發聲明 強調已經通報臺大信評委員會 將依照調查結果 和學生個人講成法處理 私立東方設計大學 三月底遭教育部私校退審會 列入專輔學校 改善期限兩年 但學校評估 可用資金只能到今年的七月 主動向教育部申請 一百一十二學年度全面停招 教育部表示 東方目前有634名學生 51名教師 梅倩興以及需依教師待遇 條例處罰情勢 一百一十二學年度正常辦學 一百一十二學年度下學期 辦理學生安置 一百一十三學年度時 到新學校就讀 至於教職員聘任契約 將在一百一十三年 七月三十號終止 四月外銷訂單今天公布 根據統計處上個月預估資料來看 四月外銷訂單金額 預估為四百一十億美元到四百三十億美元 年減百分之二十一到百分之十七點一 不過受到庫存區化速度緩慢 和終端需求疲弱影響 主要接單國家 像是美國接單年減幅度來到百分之二十點七 歐洲則年減百分之三點八 陸港地區三月訂單金額為一百零三點二億美元 年減超過三成 學者預測最快要到第三季外銷訂單才可能終止復成長 關心天氣 一波新的美雨封面接近 今天起全臺都會轉為有雨的天氣 而今年第二號颱風馬娃在周六生成 是否會影響到臺灣 要到禮拜三才會比較明朗 而接著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